我們也請兩位里長 稍微跟我們分享一下 現在新的分流的情況 畫面上是菊峻社區外的後車停 市長謝果良一大早來到這裡 針對另一條9026C的分流路線 了解在地民意的反應 昨天我在這邊觀察 分流B跟C路線之後 這邊上車的乘客非常的順暢 大約都等了大概五六分鐘 最多大概十分鐘 讓我們中聯倉儲站成為第一站 然後也讓我們新聊裡的一些上班族 可以順利的上車 然後提早到公司上班 然後不會再遲到 我們感謝市府團隊做這樣一個分流 感謝市長 昨天的示範成果的話 我都有賴出去 我們里民他快一千人 我賴出去 回想回來的話 他超過一半以上 都說讚讚讚 不會做事的市長 我們現在就是第一個要宣傳 然後第二個要詳細了解分流後 是不是可以證入 如果情況不錯 是不是可以正式的來辦理 壓力減輕很多了 尤其到這個時段七點半以後 自從分流之後 大概每一位民眾都可以上車 從民意的反應來看 9026採取分流的做法 讓通勤族很有感 現場觀察大約在早上七點半 局勁社區外的後車停幾乎近空 顯示出尖峰時段9026分流的效果 另外現場還有另一個討論的焦點 是1815的問題 他只是六點到八點 不然你就叫他用跳蛙方式 要用預約制 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國光客運的1815 1813呢 那這兩天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造成我們這個站的 一些上班族朋友要搭乘上有困難 所以說他們也建議 是不是也可以比照9026的方式 把國光客運做個分流 以國家行程下來 然後走下面這段 當一個B線 然後原來的路線呢 照著他們就照路線行駛 而我昨天在中校敦化站 直接陪1815的好朋友等車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反映到說 現在在市府轉運站 有很多本來搭乘9026的 通勤組好朋友 改去搭1815 所以也間接造成了1815 目前很容易缺班的原因 所以這一點來講 如果9026能夠恢復正常營運 對於我們安樂區的通勤組 是一塌福音之外 也能夠最直接的解決 我們現在1815班次上的不足 我們這邊的訴求很重要 希望說能夠重視一下 附近那邊耐戰的那個車子 最末端 真的是最末端站 能夠保留一些位置 我是覺得很重要 你一班車多幾個位置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們那邊的住戶 李明才坐得上車 因為金青啊 往金山 1815的 1815線的 還有9026 9006 這些線到那邊 結束就是上高速公路 對啊 所以一般來講 他的人數其實 坐車的人數不輸 這邊 這邊雖然人 這邊人潮比較多 可是我們那邊人潮也很多 我就講嘛 中間台北那邊也會下來 我們那邊坐車 不只我們附近 還有轟動 還有那個邁興路這邊 巴特路那邊的 所以說拜託一下 那反而看起來熱點 現在是1815 反而有比較多的 關心討論 那我們過兩天 會再來搭1815的情況 看看了解 有沒有類似9026的情況 我們可以套用在1815身上 然後來更做一些改善 我覺得隨時都要滾動式調整 整體來看9026分流 普遍獲得通勤族的肯定 而針對1815 市府交通處表示 將會與相關單位再進一步討論 是否也採取分流 或其他的改善方式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謝謝大家